Vivi 妳有開車嗎 有 我開7人座的休旅車 嗯 那妳有開過 高級車嗎 沒有 那妳有開過高級的電動車嗎 沒有 立發了 今天就讓妳一次滿足 高級進口休旅全店 我哥哥最近在考慮要買電動車 那今天應該叫他來啊 不過如果他來的話就沒有足夠 電動車現在越來越多人喜歡 我相信Vivi妳現在也感覺到 它是不是很安靜 很安靜 非常安靜 而且它的馬力很大 這一台300多匹 嗚 妳開的車是幾cc的 2.0 這台車 事實很厲害 對 妳就知道有多好看 妳在開車的時候有沒有遇到那種 爬坡爬不上去 或者是說妳覺得妳想操車操不過去的情況 有 有喔對不對 妳是載到米奇還是載到哈利啊 哈哈哈哈 他們比較重 所以會造成車輛的負擔 那如果妳開電動車 妳就沒有這個問題耶 妳知道為什麼嗎 我現在開的這台RZ喔 它的馬達是前後雙馬達 所以它是四輪驅動的一個模式 它用的是一個非常高的科技 除此之外啊 它還有很多 跟妳車上應該沒有的東西 因為妳的車 是燃油車 而且是比較 大概十年左右的車 所以有一些科技在這邊 完全就沒有實現 譬如說它的A-DAS系統 怎麼樣 開起來如何 我覺得很好開 我覺得妳很棒耶 這個車對妳 因為妳是開七人座的休旅車嘛 所以它的大小妳覺得呢 我覺得它的大小還蠻寬的耶 我的視野蠻寬的 喔視野寬 那妳開起來有壓力嗎 不會啊 不會壓力喔 不會壓力喔 其實我發現喔 VIVI的那個坐姿非常的標準 因為有很多女孩子開車的時候 要嘛就太近 要嘛就太遠 而且妳注意看 它的肩膀都有貼在這個椅背上 很厲害 那妳一上車 對這個RZ的感覺是什麼 一上車我覺得 這個椅子的舒適度很好 很像沙發 很像沙發對不對 很包覆感 而且它還有特別的作用喔 女孩子最喜歡的 喔 暖椅 妳剛剛幹嘛叫一聲 蛤 為什麼 這冬天超好用對不對 真的很需要 真的很需要 然後妳一上車除了椅子 給妳一個特別的感覺 剩下還有什麼 給妳一個耳目眼睛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啟動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的聲音 所以妳不知道它啟動了 對 我不知道它啟動了 那妳覺得它的這個設計呢 整個中控台的設計如何 我覺得很乾淨簡潔 那妳最喜歡什麼東西 我最喜歡螢幕 這個螢幕 很大喔 對 很大片 然後導航也很清楚 我發現這個螢幕 比妳的頭還大 沒錯啦 這個螢幕啊 現在配備成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對很多駕駛人來說 哇 使用上會更舒服 而且妳知道嗎 它在內裝的設計上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妳注意看它有這個環型的 包覆整個前座的座座 其實這個設計啊 會說它是比較像遊艇 遊艇 對 因為遊艇的傳授 喔 流線型 對 整個是包覆起來的 那我看妳感覺很興奮耶 對啊 因為我超級愛開車的 真的嗎 真的 我很愛開車 太好了 我很少遇到這個 我遇到的都很喜歡讓我開車 那跟妳開汽油車 妳有最大的感覺差異是什麼 最大的差異 我是覺得它很安靜 超安靜的 超安靜的 就是跟外面 完全聽不到外面的聲響 然後車身也聽不太高 所以這台車啊 我覺得對Vivi來說的話 它的座椅的包覆啊 視覺啊 還有科技感都很好對不對 等一下啊 妳可以試試看它的那個 A-DAS的系統 我完全不用動 我也沒有踩油門 也沒有踩煞車 它自己在動 對啊 有沒有覺得未來科技 真的是很棒 很棒 很厲害 欸 我現在怎麼 它自己停啊 對 它自己停 然後都不要動喔 它是不是停到底 我完全沒有停 對 其實這就是A-DAS的一個方便性 這個其實是一個輔助 我們當然不希望妳把方向盤離開 手跟腳的控制 Vivi妳很喜歡唱歌對不對 對 妳平時都唱誰的歌 鄧紫棋的 鄧紫棋挑戰很大耶 這裡 有一個配備 妳應該 會很喜歡 來 Music 喔 我覺得它的音樂 音質還蠻好的耶 音響很好對不對 音響很好 沒錯 它有10個喇叭 10個喇叭 10個喇叭 它有10個喇叭 低音怎麼樣 我覺得低音很不錯 很不錯喔 很適合愛聽音樂的人 對 因為我開車最喜歡音樂放超大聲那種 真的 妳重聽嗎 現在我覺得像LASUS就做得很好 妳有沒有覺得它的避震器跟妳的車比起來 很穩 很穩喔 很穩 我發現妳轉換也很穩耶 真的嗎 而且妳開車 我覺得真的不錯 我最喜歡妳好眼熟 妳像誰啊 有講過說像林鄉 林鄉 好還有呢 也有人說像群群 怎麼還是 沒有啊 這都太大咖了 其實我覺得還像一個人 誰 來 掃 什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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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嗎 好啊 大家評評理 我覺得這個中控很像遙控器 妳說這個排檔座 對 妳這樣座好像蠻小的 而且它 我之前都是那種手煞 就是 手煞車用拉的 然後它這個是圓圓的 對 只要按一下或拉一下 它就可以解除 超方便 所以我覺得很多這種都是先 便利的先進科技 在這台車上完全都有 這時候倒車就有顯示器 還不錯 Vivi妳看今天這個Lasus的RZ 感覺怎麼樣 高級進口電動車 又是休旅車 第一眼的感覺就是很科技現代 怎麼說 什麼叫科技 什麼叫現代 它整體的那個 顏色 是銀河灰 然後就跟一般市面上的顏色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它的車頭很特別是 它的車燈沒有很明顯的做出來 然後前面也沒有什麼保險感 什麼的 很平滑很平順 對這個仿錘式的設計 是Lasus的一個標誌 但是這台車我覺得 Vivi說科技感 我覺得恰到好處 為什麼 其實它跟現代電動車的設計 理念很接近 它就希望更多的這個 沒有接縫的感覺 整台車看起來就像是一顆 金屬顆鑿出來的一個型體 而且它後面有一個那個 後面有一個設計 就像小惡魔一樣 喔妳說的是它那個尾翼在 還有它車側我覺得很像超跑 很像超跑 對就是妳跟我說是休旅車的時候 我那時候覺得很吃驚 然後這開起來就很像跑車 開起來很像跑車 開起來很舒服 很舒服喔 而且它輕輕踩就可以開很快 好那既然講到輕輕踩可以開很快的話 你覺得開電車跟開油車 有什麼最大的不同嗎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它聲音 很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什麼嘈雜 很安靜 這個我覺得很棒 很棒喔 而且很穩定 電池大部分坐在底盤上 所以呢 加上它現在是四輪驅動 所以它在操控上的話 以專業來說的話 就是它的重心可以壓得很低 跟我們以往的這個燃油車 可能重心會比較偏車頭 會有很不一樣的開駕駛的感覺 嗯 對 內裝配備很重要 對一定要聽音樂 音響棒 然後它的這個輔助駕駛系統 你今天第一次嘗試 對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很怕 自動駕駛 我一開始超怕的 就是我根本就沒有踩油門跟煞車 我就超怕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 但完全沒有就是很穩定 很穩定喔 也是我第一次嘗試 高速公路因為就是都會一直要開同樣的直線 因為它比較單調 單調的路程總會讓人家想打瞌睡 所以沒錯 它是一個輔助系統 可以讓你在高速公路的時候更舒服 更安全 嗯 那除了這樣的話 你覺得乘坐上的空間表現的話 它能滿足你嗎 它的那個沙發 坐起來非常的舒服 就是很有包覆性 然後很軟 後座也是這樣嗎 後座我剛剛坐的後面也很舒服 也很寬敞 整個可以完全貼到我的背 我有發現像Lazos RZ這台車 它在皮以上的材質 你不覺得很特殊 很好 很細很軟對不對 而且它後面有兩個充電頭 前面有兩個充電頭 對 就是不用怕沒有辦法充電 你有那麼多東西要充電喔 有啊 現代人有很多什麼行動充啊 耳機啊 手機 所以對你來說 這一個是很方便的設計 很方便 而且它很特別的是它充電的地方在前面 左前方 不是 就是一般的燃油車都在後方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它的後車廂可以放很多的東西 空間很大 空間很大 真的嗎 講到後車廂的話 如果以電動車來說的話 其實空間是電動車的強項 它的行李箱空間其實比其他的電動車應該小一點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後面的地方有一顆馬達 也就是後輪驅動的馬達 所以它有犧牲部分行李箱的空間 我覺得空間很夠 很夠 我整個人進去還OK 還OK 我整個人有躺進去 蠻寬敞的 那如果你要換車的話 你會考慮這一台嗎 換車我會 我覺得我會考慮這一台 最吸引你的一個點是什麼 我覺得很便利 因為我沒有很懂車 我沒有很瞭解車 但是我開它 它的界面都很簡單明瞭 我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所以在使用上 你覺得非常的舊手 然後線傳科技也帶給你很多方便 你也不用特別去選 而且你會覺得它更方便更省力 對 這些配備讓我覺得開車很優雅 蛤 拜託優雅是看人好不好 不是靠車的 這裡是懂完B2ONE 我是乃哥 我是Vivian 期待我跟Vivian 下次去試什麼車給大家看 在下面留言 按讚訂閱小鈴鐺 掰掰